大家好,我是Stan 而让我感到很冤枉 接着就在影片中公开了 釜山回旋天南的照片 姓名、出生日期、职业、身高、血腥 以及他的前科记录 法律到底是为了谁想要教化他 而让他持续犯下18次的罪行呢? 我知道擅自公开加害者的个人资料 会以名誉侵害受到处罚 也会成为报复犯罪的对象 但是失败者非常希望 为了分担他的痛苦 所以决定公开了 结果在影片公开后 这位网红马上就收到了 YouTube侵害个人资料的举报 根据韩国的法律 擅自公开他人各自毁损名誉的话 会处于两年以下 500万以下的罚款 目前他以杀人未遂 在一审被判了12年有期突刑 而在上诉审 检方追加了性侵 求行了35年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即使做了正确的事情 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是加害者 而是受害者要在恐惧中生活下去 这是合理的吗? 真心支持受害者 以及那位勇敢的YouTuber 受害者因为恐惧 留恋哀求公开那个恶魔的身份 然而一直置之不理的这个国家 难道还算正确吗? 请大家支持 为了国民跟受害者的安全 勇敢爆料的英雄 然后今天 他提交给法官后 被减刑八年的反省文 反省文被曝光 而让网友们都傻眼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反省文 因为我的误解与误会 对一个互不相识的人 遭生伤害 深感内疚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从伤害变成重伤 甚至又变成了杀人未遂的原因 任何事件都应该受到适当的惩罚 但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受到这么重的量刑 如果是因为我有前科 我已经按照规定接受了惩罚 我听律师说 受害者正在康复中 并参加了每次的庭审 只因为他是受害者 所以他的陈述 意见书跟申请书 一切都被接受了 检察官也试图再伪造我 犯下了性暴力 结果却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DNA 就像抽奖一样随意决定 这真的很不公正 尊敬的法官 我承认我犯下的所有错误 但是12年的量刑 实在是太过分了 用这个来减刑了 说他反省 都是疯子吗 典型的犯罪者逻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别人也这样啊 为什么只对我这样 这不是法官更有问题吗 幼稚园的孩子看了 也知道这里没有反省 还给他减刑 照这个来想的话 只要写上反省文之后 随便写个歌词在里面 也能减刑的 所以 著名网红这样擅自公开 犯罪者的身份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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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